今天是全国生肠运游泳竞赛的第一天 台中市运动局长吕玉瑞特地到了北区国运中心 关心选手们的状况 一连四天比赛包含了肢体、智能、视障等三大类的游泳选手 超过百位好手是同场来竞技 强调面对赛事会全力以赴 走进休息室帮选手们加油打气 今天是全国生肠运游泳竞赛的第一天 运动局长吕玉瑞就特地到北区的国运中心 关心选手们的状况 对这次南投县主办全国生肠运游泳竞赛的一部分 集中办理在我们台中的北区国运中心游泳馆里面 那我想这也代表台中的游泳馆获得到各界的肯定 那同时也表示说台中市政府一直持续支持 身心障碍者的运动 我们可以让更多的优秀运动选手 包含身脏者的游泳运动选手 可以达到更好的成绩来突破 一跃而下进行赛前的暖身 5月21号到5月24号一连四天 进行肢体智能视障这三类选手的游泳竞赛项目 来自全国22个县市超过百位的选手通场竞技 其中跳水台上标示S11的水道更是专为全盟的市场选手 规划出来的专用赛道 不少选手都说面对赛事平常心就好全力以赴完成 只要说尽力的拼就好了啦 我个人总共报了六个项目 就是碟氧蛙制混合还有五十字 针对各项目的部分有在就是配合中训的部分来做加强各项目 那我们非常感谢台中市政府给我们这个场地 然后让我们的选手可以有优渥的场地来使用 北区国运中心游泳馆一馆三尺的设计 不但提供选手更优质的经济场域 也让好手们能够同场较劲 尽情的发挥实力 感谢观看